谁能想到在西藏这个地方 我国人民解放军仅仅只需要部署一个火箭炮营 打击的范围就能完全覆盖印度的首都新德里 其次就是 只要保护好我国西藏的水资源 那就能保证我国在未来 对美国发起水资源之战中占上风 只要将西藏的矿产资源合理且有效地进行开采 那中国的工业原料将在也不需要从外国进口 而地球最高峰亚洲水塔 以及西晋长城这些称号 没有一个不再彰显着西藏独特的地理位置 这样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的位置 令无数国家垂垒取久 如果在未来发生战争的时候 西藏这个地理位置会是中国最强大的后盾 那么西藏为什么会是我国的战略后方呢 又在中国的战略布局中有着怎样的地位 咱们接着往下看 首先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西藏所属的地理位置 西藏的平均海拔在4500米左右 从东边开始往西走会逐渐的升高 翻过喜马拉雅山脉之后 就是印度的恒河平原 而印度也是虎视眈眈 盯着我国西藏这块宝地的国家之一 这里也就直接从高海拔瞬间降到200多米 这一器官景象令我们国人所欣喜 但有人欣喜就有人忧愁 如果从印度的角度来看喜马拉雅山 就像是一座帝国之盾 屹立在印度的北边 久而久之 就会让印度对中国产生恐惧 从而变成仇恨 我们可以在地图上看到 西藏距离印度的首都只有400公里 然而印度距离我国的首都 却有4000多公里 整整多出来一个零 放在谁身上 谁都受不了这般压制 并且喜马拉雅山的大部分山区 都在中国的境内 而这也就意味着 中国永远压印度一头 不仅如此 如果中国想要印度亡 那就只需要使用火箭炮 把印度的首都炸了就行 如果印度想要打击中国 那可就要派出洲际导弹之类的武器了 这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 毕竟中国所占领的优势非常之多 除了距离以外 就是地理位置了 如果用以高打低的方式作战的话 印度不仅难在防守 就连进攻都是一大难题 这些种种差距 让印度无时无刻都生活在恐惧之中 哪怕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 一直都保持着友好的态度 仍然没办法消除印度对解放军的恐惧 可想而知 中国的压迫感有多么的强大了 但印度要说没有一点优势 那是不可能的 喜马拉雅山脚下的 印度恒河平原的土地肥沃 印度最大的粮食生产基地 以及钢铁机械工厂都设立于此地 而这也就意味着呢 印度的重大产业都在我国的眼皮子底下 一旦中国有一点风吹草动 就能让印度三天三夜无法合眼 这就好比我们是印度一方 每天面对的就是高峰入云的喜马拉雅山脉 而这座山脉的背后 驻守着一群手持先进装备的部队 恐怕任谁都没这么强大的心理素质吧 但想要突破这层防线 要面临并克服的难题就是 跨越数百公里的喜马拉雅山脉 在此期间 不仅要面临高反的问题 还要面对近千公里的高海拔动土无人区 这些对于没有经历过高海拔训练的印度士兵 简直就是非人的对待 就印度那点子后勤力量 恐怕支撑不到他们翻越高山 简单点来说就是 如果印度打我们 无论走哪条路都是死路一条 这也是西藏式中国领土的好处 但如果西藏被印度占领了 那中国将会面临怎样的后果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西藏周边的城市 成都和昆明 以及兰州等地一大片平原 都会遭受到威胁 如果真的走到了这一地步 那我国的解放军 将要付出比现在多数十倍的兵力 去守护我们的家园 就看印度平时的德景 恒河被他们称之为母亲河 可他们真的不把母亲河放在眼里 平时在恒河中洗澡就算了 连污水和死人都一律往里扔 这样真的让印度占领了西藏 那我们中国人喝的水可都是被玷污过的 但这只是我们的假设 就看现在解放军的实力 这一天永远都不会发生在我国身上 毕竟 这些可都是我们的祖祖辈辈 为后辈打下的江山 西藏算是一个重要的战略的 当初吸引印度的程度不亚于毒品 在上个世纪的时候 印度为此还做出过一个战略理论 那就是三层战略疆界理论 在该理论中 印度认为自己就是最核心的部分 而自己有着对其他两层直接管辖的权力 在印度的这个核心思想下 印度对中印之间的边境线划分 有着自己的见解 他认为第二层边界线需要印度跟西藏 划分出一条单独有利于自己的边界线 以便之后跟西藏进行更深一层的交流 而这最后一场边界线就是将西藏与中国划分开来 也就是说让西藏变得自主独立 在必要的时候 印度也可以向西藏提供武器装备支援 这不妥妥的往自己脸上贴金的 想让西藏独立之后跟印度亲近 让西藏变成中印之间的缓冲地区 印度的小算盘打的我在山的尽头都听见了 就这印度还在沾沾自喜 以为自己多了不起一样 当印度的梦还没醒的时候 中国则是直接用行动宣示了主权 在1950年的时候 中国人民解放军选择直接进葬 然而该举动令印度非常的不爽 他们认为中国破坏了自己的春秋大梦 之后的日子里 中国也发出了友善的信号 奈何印度已经上头了 这下彻底惹怒了我国 在1962年的10月份 中国对印度的自卫反击战正式打响 这一战几乎击垮了印度的最后防线 印度只能乖乖缴械投降 中国也因为该战争的胜利 将西藏牢牢地握在了自己的手里 小编想说 西藏给中国带来的好处 不仅是水资源的保障 还有矿产资源也非常的丰富 每个矿产的价值都高达万亿元以上 正因如此 我国才会每年都加强西藏边境的驻守兵力 经过我国不断努力后的结果就是 再相往西藏派兵和运输物资 都会变得越来越方便 如果印度想来试试中国解放军的拳头如何 那我们肯定奉陪到底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屏幕前的您对这件事情 有什么独特看法与见解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并友善讨论 以上内容结合网络素材 请各位朋友理性看待 喜欢的朋友可以转发收藏一波 感谢您长期以来对小编的支持与鼓励 小编将会持续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